有个叫杨红义的朋友留言问了两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 他问他说这个谈论中国问题 很多人只谈了趋势 没有谈具体的时间 这个呢因为大家都不是穿越过来的 所以明确的告诉你时间节点 这个很难基本上做不到 那么第二个呢 他说这个中国监管演艺界 补课这个游戏视频 好像只限于中国大陆 那么没有波及到香港 会不会最后 才这个针对香港 因为毕竟香港是 中国获取外汇的重要门户 那么 这些东西都很难说 你现在看到的 涉及到这个 啊香港的地位是吧 它是不是中国获取外汇的重要渠道 这个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 它都是这样 进入中国的外汇 进入中国的外汇 这对外汇 这对外汇多少有一些保障 进入香港的资金 途经香港的资金 原先在澳门 在澳门和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 它的目的是为了诱补台湾 大家应该知道从二零一九年开始 中共已经正式的收回了香港的治权 那主权九七年就收回了 那么针对澳门 现在它开始修改博彩法 可以这样说吧 送中修例 抽掉了香港的法律基石 作为一个以金融服务为主体的城市 那么如果说法律的基石被抽掉 那么它必然会混同于中国内地的一般城市 它的优越性其实就没有了 澳门也是一样 澳门在世界范围内都算一个赌城 很出名 在中国周边应该来说最规范的赌城就是它 那么如果说它要是修改博彩法 甚至要派驻政府的代表到博彩公司担任董事 这一切都在告诉你 澳门原先的地位也将丧失殆尽 那么香港为什么现在还有一点点 跟内地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它原先规划中的大湾区 正在建设 就原来广州府所辖的十二个县 在它的版图中香港不过是个香港县 它又恢复到清朝的这种范围之类了 它在治理的过程中有一个改制的问题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循序渐进是行政资源 在逐步侵蚀香港 最终它一定会把它所有的政策都放到香港来 让香港跟内地的城市没有区别 因为它要消灭香港的独立性 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 香港即便是失去了金融都市的这个名号 上海可以替代它 因为中共获得政权的时候 上海的地位在亚洲要远远超过香港 他们一直认为 香港是游离在中国大陆以外 所以才会得以发展 那么今天既然主权治权的说回来了 甚至在香港可以从儿童开始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了 那你认为香港的独立性 香港跟内地政策的不协调 还会持续多久呢 我们第一个看到消失的应该是港币 如果说香港的股市不再有吸引力 那么香港最后的一点点价值也会丧失 现在无论是澳门也好 香港也好 在它的范围内 已经没有给台湾打个样的这个作用了 所以它的速度会很快 只是因为行政手段还跟不上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相对独立 相对的有别于内地的城市 这应该是很短暂的 香港有许多人还在设想 如果说 把香港混同于中国一般的城市 那么香港的优越性将没有了 那么收回香港 它不是一种浪费吗 内地有几百个城市 不缺香港一个 其实你一定要知道 习胖这个人 他的思路跟普通人不太一样 不要跟他谈逻辑 因为他没有 你用他没有的东西来推断 他的下一步动作 其实就很难 因为他属于那种一拍脑袋 去做决定的人 所以你今天看到内地执行的政策 在香港没有被完全的体现 这是因为行政措施正在执行 它只是有一个滞后而已 香港问题跟国内主要的区别 在于港币的消失 什么时候出现取消港币 什么时候香港的股市失去作用 如果说这两年你都看到了 那么内地的政策在香港 完全的得到贯彻执行 甚至同步就变得很简单了 我们不知道这个过程 会有多长 或者说他会有多快 我也跟其他人一样 我能猜到的只是一个趋势 有的时候我猜对了 有的时候我猜错了 至于说要猜 他具体执行的时间节点 这个确实很难 因为不管你猜什么样的结果 都会有出错 这是很正常的呀 这个世界上如果说 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 未来怎么发展 未来在某一天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那他一定是篡阅过来的 因为我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去试图找到一个预言者 或者说找到一尊神 更多的时候 我们是在用常识说话 我们是在凭借 我们看到的基础的信息 其实我跟你看到的是一样的 都是公开的信息 那么基于这些信息 我们有可能推测到 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说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愿意分享自己的观点 大家 监听则明 可能对未来发生的事 就更好理解 最起码 当他非常突兀的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充分的预警 不至于 有过多的惊讶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